娱乐低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言 近日王一博新歌细微上线 这是电视剧有斐的插曲 是以男主角谢允的口吻 表达对女主周斐的感情 而歌名细微呢 正是谢允赠予周斐的一把佩刀 按理说呢 这首插曲就是给电视剧 播出预热 却没有想到 因为难听的词条呢 而冲上了热搜 也许呢 是因为王一博的新歌 被骂得太惨了 作为有斐女主的赵丽颖 发声了两个字 好听 这首歌呢 本就是谢允呢 唱给周斐的 她的看法呢 确实是最有含金量的 有了赵丽颖的支持呢 舆论呢 很快倒戈 赵丽颖说 王一博新歌好听的词条 瞬间呢 冲上了热搜的高位 男女主的再次互动 无疑又拉高了观众 对于有斐 这部剧的期待值 除了赵丽颖呢 有斐的女儿张慧文呢 也发文力挺 王一博新歌 文案同样也就两个字 好听 接着有斐的主演呢 开始接力 周杰崇 陈若轩 冷纪元 张新宇等人呢 都发文力挺 大家统一文案 好听 这几个人的角色 在剧组呢 也正是一路同行 升级打怪 共患难的 如今在现实生活中 也一致对外 可谓是同仇敌开 当然了 把时间线呢 拉回由斐拍摄时期啊 当时可没有 现在这么和气 一开始呢 是爆出女配角加戏 赵丽颖呢 亲自下场 发汉堡 按纸实拍 何剧本不服 之后呢 粉丝又控诉 剧组的福道化不走心 直指女主 比女配穿的还破烂 服装质感呢 一点都不高级 不过啊 现在有斐呢 马上要播出了 那些当时的恩怨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有斐呢 是赵丽颖场后 复出的第一部大女主戏 播出的反响和成绩呢 对她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她看中这部剧呢 虽然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呢 有斐三纷扰不断 但是男女主呢 却没有传出 任何不好的新闻 之前呢 赵丽颖就作为 中餐厅的嘉宾 参加了 天天向上 她和王一博 在节目里的互动 非常的有爱 两人呢 一起吃螺丝粉 一起喝胡辣汤 关系好不好 一目了然 后来呢 两个人又同时 斩获金 最受欢迎男女演员 两人一起上台领奖 赵丽颖呢 在拍照等候时 还为王一博呢 引荐业内的前辈 还提醒王一博 鼻子上有头发等等 有斐还没有正式 进入宣传期 男女主的适配度呢 就已经提前 进入状态了 虽然也有质疑 王一博和赵丽颖 相差十岁 两人呢 还要演情侣 不过从放出的剧照来看 并不违和 不管是正面的鼓励 还是负面的评价 都不影响观众 对有斐的期待 去年 陈情令后 王一博的影视资源呢 就像是开了挂了 有斐自观宣起 就热度不减啊 兵与火引爆期待 合作黄轩的 风起洛阳 也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如今呢 网传又接了新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两天的某红毯上 迟迟不见 王一博的身影 粉丝们紧急搜索呢 发现王一博呢 是在村里挖藕 曾经珍惜无比的摩托车 这次不拿来比赛 却拿来载藕 但王一博呢 并不是在玩耍 他照就在拍摄 风起洛阳 红毯以后 有的是机会去 但风起洛阳 还未结束呢 就有网友爆料称 王一博呢 还接下了老婆粉了解一下 这部剧呢 改编自同名小说 从名字就看得出 是一部甜种剧 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呢 是微微一笑很清诚 不少的网友说 如果王一博 真的接下这部剧呢 那就是在降咖啊 这样的言论 从何而来呢 不得而知 但演电视剧 如今也有比试恋了吗 老婆粉了解一下 原著呢 是一部娱乐圈文 女主呢 是湛姐出身 日常做数据打榜 是饭圈粉丝们的真实写照 里面的综艺剧情 格外搞笑 内容虽然沙雕 却又很甜很可爱 女神湛姐 配上高冷当红的男星 这个设定 怎能不爱呢 如果王一博呢 真的接下的话 他将出演的是一个 高冷的霸道总裁 陈情令中的王一博 虽有高冷 但肯定呢 会和霸总不一样啊 有匪中 他饰演的角色呢 是个活泼好动的少年 也不知道 王一博的演技 是否能撑得起呢 不过这个爆料 最具争议的还是女主 女主呢 是和王一博 同属一个公司的 女艺人陈霄 吃瓜群众们 直接调侃 看来月华 是要把王一博和陈霄 打爆营销的节奏啊 更有网友呢 给他量取名 博君易销 直接呢 磕起来了 小伙伴们觉得 他俩有嬉皮感吗 陈霄的颜值 真的是没得说 自带清冷气息 脸蛋呢 也是女主脸 演技也非常的不错 早就出演过 很多影视作品的他 肯定也有了不少经验 曾经呢 早就有过传闻说 王一博和陈霄的 关系不简单 但并没有实锤 科堂群众全靠合作舞台科 之前呢 两人在天天向上和极限青春上都合作舞台 摸下巴搂腰画面呢 太热 虽然这些都是跳舞的需要 可是俊男配亮女 谁会不喜欢 现在的电视剧不溜粉呢 就不会官宣 王一博和陈霄 这一次究竟是不是溜粉呢 咱们还是静候消息吧 如果真的找到了王一博 希望他能好好的看看剧本 再决定演不演吧 比较按照他现在的咖位 接好剧本呢 也容易很多 这部剧呢 要开机 也要等明年了 一切都等官方宣布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一期的天天向上 反正呢 我觉得作为这档综艺节目的忠实粉丝 应该觉得非常不错 舞蹈情缘多么有意思的主题啊 况且呢 邀请的嘉宾舞蹈实力也是非常的厉害 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很多 让人精彩绝伦的舞蹈 主持的天天兄弟情商呢 也是非常的高 为我们奉献出了很多有趣的笑点 在这一期中呢 王一博突然变得异常的开窍 在面对嘉宾孟佳的示爱下 处理的水准呢 也是给人滴水不漏的感觉 这也就让这一期的天天向上 收视率呢 变得非常高 在这一期的天天向上中 节目组呢 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也邀请到了很多舞蹈风暴 二中表现优秀的人 王一博呢 并不用多做介绍 唱歌跳舞 无所不能 作为流量顶峰的存在呢 节目中势必少不了很多 王一博的镜头 在节目中主持人汪涵和其他人 也多次的跟王一博互动 而女嘉宾呢 也是想要纷纷和王一博合作 甚至在我们看到的节目中呢 也有女嘉宾向着王一博施爱 也是呢 让人有些意料之外啊 但是经过深重的思考 也感觉在情理之中 毕竟王一博不是一般的火啊 这期众多女嘉宾之一 孟佳表现的也是相当的活跃 作为当下女明星 并且呢 还经常的参加录制其他综艺节目 自然的在综艺节目中 为了效果呢 也会有添加自己的一些想法 有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 在节目中啊 孟佳和大张伟的一段互动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孟佳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一句同云姐11岁就开始跳舞了 简直呢 是一与双关 不仅夸奖了自己 也夸奖了一下云姐 在那之后呢 大张伟也随即来了一句 已经跳舞青年了 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 孟佳呢 现在也仅仅是18岁 后期节目组呢 也非常合适的 在屏幕上呢 打出了是心动的感觉 随后主持人汪涵呢 特意问孟佳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做他的舞伴 孟佳没有多余的话 直接呢 用手指指向了王一博 这熟悉的动作简直都是对粉丝讲 他非常喜欢王一博 不管孟佳是怎么样的动作 然后呢 并不影响王一博 依旧淡然的脸庞 随后表示会跳舞的女孩子 在他心目当中 并不会加分很多 非常简单地回应了三个字 还行吧 然后呢 在听到这三个字之后 孟佳的脸色也就变了 节目组后期也非常配合地 添加上了心碎的动画 果然是为了综艺的效果 连后期小哥哥也是拼了 然后呢 经常看综艺节目的粉丝也清楚啊 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第一次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 也是李凯新 在节目中 也同王一博有过互动 他坦言呢 自己喜欢幽默感比较足的人 然后呢 王一博也是非常简单地回复到 自己呢 并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让粉丝们觉得习以为常呢 都认为这是节目组的安排 其实呢 节目组也都看出来了 王一博自带很多流量 统统为了后期的效果而已 但是王一博这一次的拒绝呢 也凸显了情商进步了不少 最后 让我们还是去节目中了解全部情况吧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